直话直说 师父您好 您好 我们这里是麻婆共修会 就是明天我们要在这边开一个交流会 所以可以请师父开示一下 就是跟信众开示 是让你们好好的开交流会 实际上就是心得 就是每个人心中自己得到的一些伐喜 和得到的一些感应 和得到的一些菩萨对自己的关心 都可以告诉别人 所以交流就是让人家能够伐喜 交流就是让别人也能开悟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地在 靠近观心菩萨成道之的时候 多学观心菩萨的慈悲心 好好地努力 度人那是长期的 一个人要做一个好人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人 一个人做点坏事也很容易 但是他一直做坏事了 他就是个大坏人 所以一定要坚持 我们今天要学佛做好人 要改变自己 就必须坚持 要有信心 不要 不要被人家所影响 我们人有时候的心情 就是经常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今天大家都说这件事情好的 你也说好 大家都说坏的 你也说坏 实际上人心中要有一杆秤 要知道我做的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心中才会点亮一盏佛灯 希望你们好好的修 好好的努力 麻婆 这个供修会 你们也是 有很多的非常虔诚的 佛的好孩子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供修会一定要搞得成功 你们有条件 在海外可以搞 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多度众生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学佛 好好的修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师父 那没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 再见 祝你们 祝你们能够度到更多有缘众生 好吧 当然师父 师父也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再见